歡迎來到姐夫視台 我是姐夫 大家好 過來了農曆新年 是台灣草莓品質最好的時候 草莓除了當水果做甜點之外 草莓的酸香甜 也非常適合搭配雞肉和海鮮 姐夫會分享幾道用草莓來入菜 讓這美麗的草莓劑 為草莓多加一點變化 接下來就跟著姐夫 一起來試試看喔 今天的姐夫食堂草莓劑 要為大家分享 草莓雞柳 這些是雞柳 還有醃製雞柳的調味料 雞柳可以在大賣場買現成的 他們就是把雞柳集中在一起用真空包 這些是待會我們要清炒的時候 所需要的材料 這是姐夫排雞油 姐夫已經分享過了姐夫排雞油的製作方法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當初的影片喔 用雞油做雞肉的藥理 那是最適合不過的 這些是用來搭配的蔬菜料 我們的主角 草莓 紅洋蔥 紅甜椒 這是黃甜椒 這是魚嬰兒 脆脆的很好吃喔 西芹 我們先把雞柳醃製起來 胡椒鹽 加一點點水 加一點點香油 加一點蛋白粉 再抓鹽一下 輕輕的喔 不要把雞柳給弄破了 好像這樣子 你看我們看不到水分了 好 我們讓它靜置個三分鐘五分鐘 我們現在是要熱一鍋水 待會我們要來汆燙雞胸 然後水我們加點海鹽 這是我們剛醃製過的雞柳 這是我們剛醃製過的雞柳 這是川耳 隔下去一起煮 甜椒 芹菜 洋蔥 洋蔥 好就可以了 我們把它撈起來 我們先把它撈起來 然後放旁邊 好 我們現在把它炒鍋 再把它燒熱 在這邊解複排雞油 解複排雞油 解複排雞油的做法 在影片下面 要連結喔 串頭碎 對不起 就是蒜頭片 在這邊 我們加點泥酒 也不能來雞高湯 雞高湯的做法 在影片下面 也有連結喔 好 加點胡椒鹽調味 因為姐夫今天用棒棒爐 火的速度不是很快 那姐夫先勾芡 這是泰白粉水 來把剛才燙燙的料 放進去 顏色繽紛吧 我們再加點香油 待會就油亮油亮 好了 裝火 裝盤 最後是主角 裝飾一下 草莓雞肉 完成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吃的糖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留言給姐夫 姐夫吃的糖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